所以人最大的敌人 师父经常讲的 还是自己啊 改毛病就是战胜自己啊 人很痛苦的 要学会改毛病战胜自己 你才能战胜人间一切苦难 师父在这里没有叫你们战胜别人 要战胜自己人间的一切苦难 因为你战胜了自己 你就不会烦恼 不会痛苦 你就是战胜了自己本应该长寿的苦难 而你不承受 举个简单的例子 别人在骂你 一般人家骂你总会生气吧 正常骂都会生气吧 战胜自己了 我不能生气 气出病来无人替 他怎么诽谤我 我不是的 没关系 战胜自己了吧 接下来不烦恼了吧 不痛苦了吧 否则你会很痛苦啊 很难过 很难过